这种网金就是在南京诞生的 你敢相信吗 就是这一条不起眼的小街 在600年前引领了整个东南亚的福士潮流 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 每一条街巷都有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新街口附近的网金市 那么这个网金市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字面意思 制作和售卖网金的市集 这里说的网金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在各种古装偶像剧当中 它经常伴随着男主女主一同出现 它也是英姿萨爽的代名词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种网金就是在南京诞生的 明代的《精灵琐事》这书里面 有一段记载说明初的时候 在今天的网金市西南边 有一座神乐观 然后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 微夫私访就来到了神乐观的前面 看见了一个道士 正在编织一种网很小 而且样式和颜色都非常的多 又不像鱼网 朱元璋就很好奇问道 你编的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是什么东西呀 当时就回答 这叫网金 罩在头上 任凭风吹雨打 头发都不会乱 于是朱元璋就随手拿了一个网金 罩在自己的头上 身边的这些随从都说他戴上 更加精神了 更加好看了 朱元璋一听就非常的开心 哈哈大笑 随后这朱元璋就下旨 专门招道士来负责制造网金 然后全国进行推广 无论男女都要用网金来照头 后来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 这制作和销售的人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一带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集市 因此这条街就被老百姓称作网金市 如今我们的服饰千变万化 虽然早就不需要用网金来包头了 但是这个老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关注真好带你了解更多南京故事